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学期后大部分同学已经懂得看音标去读英文生字 之后二至六年班 老师派给学生的英文生字笔记 都有加国际音标 同学就不用每次查字典都知道生字怎么读 是哪间小学那么好 这间其实只是我梦想的小学 在这一刻香港应该做美出现 其实原本那份笔记是这样 之前那份音标是我加上去 如果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有得选 你会选哪一份呢 我读书的时候学校都没有教音标 有音标我都不会读 如果学校的老师教识你音标呢 那我要有音标那份了 很多人认为小学生年纪小 不用学国际音标 我上一讲都有讲到 五至七岁已经可以学到音标 而且还可以很快学成 如果小学要教音标 一年班是最理想 其实要教识学生音标不难 确保他们能够学以自用才是最重要 低年班学生比较少查英文字典看音标 学校推行语音教育要有成效 需要鼓励和协助学生应用 例如老师会在生字笔记里加入音标 也可以利用课式的投影机 展示电脑字典的音标 鼓励同学去拼读 看看这本小学的中国语文课本 因为小学生上普通话课 学了普通话音标 学校选用的中文课本 都有汉语评音符号 学生就可以看音标 知道字怎么读 既然汉语评音小学生都学得到 英语的国际音标 小学生一样可以学得到 再看看这些是中学的课本 上面的英文生字旁边有中文 但是没有音标 招学校同样在中一教全级同学IPA 以后所有英语受负的科目 例如地理、历史、科学、甚至数学 都有专责的老师将课本的生字集中起来 编成附加了音标的笔记 任给学生 那么全校的读学都得益 还有这个工作只是一次性 因为以后年年都可以用得回 有需要的时候只作出适量的修改 到全港IPA教育普及化之后 出版社自然会因应学校的需要 在教科书的生字旁边加入IPA 这个正是最理想的目标 对啊 学普通话都要学音标 为什么学校不教英文音标呢 香港过去以英国教育政策为蓝本 英语课程自然参考英国的做法 而英国人不教他们学生音标 等同香港学校不需要教学生广东话音标一样 但也导致香港学生虽然英语不是母语 也没有机会学习英语的音标 反而将Phonics这种认字法当成法音教学 以下是香港课程发展委员会 英国语民教育学习范围课程指引 在第146页有这一段指引 这里指出 用Phonics能够帮助学生发音正确 这点我绝不认同 看回这份四年班的笔记 我试过给几位小学四年班至六年班的同学 凭字母去聘读 结果最多同学读错的是这几个字 Bronchus Bronchus Donner Donner Carbon Carbon Muscle Muscle 我想问学生学了Phonics之后 单靠看字母去评音 怎样可以避免读错以上的字呢 而另一点指出 为怕学生学了音标之后 会和英文字母产生混乱 而不鼓励教音标 这个理由也不成立 以我的经验 从未遇过有学生混乱音标和字母的情况出现 包括我儿子女儿分别在五岁 和三岁半时学会音标 只要不要要学生抄写音标 和应用音标的时候用斜线符号包围 小学生是不会出现混乱字母和音标的情况的 一路以来 有部分人对音标及语音教学抱有偏见 小朋友学习语音能力 不容低估 认为小学生学不到音标的看法 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 学校要推行英语语音教学 教国际音标 要克服不少的障碍 不将phonics当做发音教学 母指引建议学校教国际音标 和语音课题 等同香港的学校教学生普通话 不教汉语拼音 和拼音符号 由于甚少学校要求老师教国际音标 直接导致本地的英文科老师缺乏有关的教学经验 到学校想教学生音标的时候 就很难找到有经验或者懂得教的老师 部分本地学校固有外籍教师 希望提升学生的会话和发音水平 但是这样会导致推行音标教育更加困难 因为外籍教师主要是以英语为母语 他们本身是无需学习和应用国际音标 不熟悉自然不愿意教 所以如果学校方面要求外籍老师教学生音标 他们通常都会反对 或者宁愿教phonics 如果在学校推行国际音标和语音教育 不单会增加了部分英文科老师的工作量 而且当学生学会国际音标之后 可以自己查明生字的正确读音 可能偶然会有学生对部分老师 某些生字的发音指指点点 造成矛盾 学校要推行国际音标教育 如果不是教育政策有明确的指引 只要经过很多关卡 难怪只有我读书的时候 学校老师不教我们音标 那香港有没有学校有教音标的? 有,但是不多 如果在小学教音标的 我所知道的是一些直支或者私立小学为主 他们都是有较大的课程自主空间 如果有学校能够克服种种障碍 肯真正为学生的英语发音 和聆听进步着想 尝试推行国际音标和语音教育 我有几点建议 其实每家学校 总有本地的英文科老师发音水平较高 或对国际音标较为熟悉 一家学校只需要有一两位老师 作适当的培训 之后就由他们专门负责 在小一或者中一的英文课堂里面教音标 情况就好像教普通话的语音部分 都只需要由一部分的老师负责 由于集中专才和教学经验 能够达到教学相掌 其实学校要推行英语语音教育 根本是不需要动员 所有英文科的老师 由于只集中在小一或中一教音标 对学校的教育资源影响不大 学习语音越早越好 适而在小一或者中一去教 我知道有部分学校 在五六年班才教音标 但是学生刚刚学识 还未深化应用 就已经要毕业了 另外 教国际音标和语音课题 不适宜过场 应该定出目标 在一个学年里面完成 之后已经是应用和深化巩固 由于只集中在小一和中一教 相信对现有学校的英语教程影响轻微 学校不单只要教学生国际音标 还要包括流畅英语的其他课题 而且参考这一讲一开始的示范 以后各级的英文笔记要加入音标 想当时老师多点鼓励同学用音标聘读生字 甚至安排设计一些音标活动或者比赛 如果一间学校教学生音标 但是之后不在课堂上应用 是不理想的 另外虽然我主张专科专教 但全部的英文科老师 或者英语授复的老师 都要认识语音学 以免老师和学生出现不协调 学校有需要也可以找一些机构 安排老师培训 或者提供国际音标 和语音教学的技术支援和顾问 例如如何制作教材 和附有音标的笔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